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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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有一句话 从书上看到了 说天空上的云彩 带来了美丽 人生因为烦恼 而有了智慧 确实如此 我从小喜欢看天上的云 不管什么颜色 晴天下雨 或者是一望无际 但是除了一片云彩 那个感觉 我就喜欢看 我不但是自己喜欢看 别人也可以看到 小的时候让同学看 让朋友看 让自己的家人看 让自己的儿子看 让自己的孙子辈看 你看看好漂亮 你看看好漂亮 但是人生 我们也有高潮 也有低谷 也有快乐 也有烦恼 当我们自己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需要思索 需要考虑 不只是我个人解决烦恼 解决这问题 我要从别人的角度再看一看 这个事情 这样子做对不对 因为这样 你增加了智慧 朋友 人生 几十年 很有意思 你慢慢走 慢慢的欣赏 遇到那些事情 你除了靠努力之外 你除了靠努力之外 有时候意外 也会给你带来的一些挫折 这些挫折 会让我们自己想想看 怎么会这样子的 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遇到这种挫折 生活是别人 发生的事情影响到 拖击到了我们身上 我们自己要看看 我们怎么样的解决 人生要解决许多的事情 有美好的 有快乐的 但是呢 你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看 我们在解决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除了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别人会不会因为我们解决 而给别人加快了 他的烦恼 所以 各位 人生 因为有低潮 有烦恼 而增加智慧 就是在于这里 上帝赐福你 吧 关注 五千石 文字幕志愿 并且